有很多朋友问我啊,就是用这个种植袋,做这个无土栽培草莓,应该怎么去做呢? 因为现在不是种草莓的季节,我只能在这个我们这个用种植袋做的无土栽培的番茄这个棚里面, 所以大家去直观演示一下,你一看就明白,应该怎么去做了。 找一个,这个吧。 这个是我们上茶种的这个番茄啊,种了六个月的番茄啊,刚拔秧,就是用这种种植袋,然后去种草莓,怎么去做呢? 首先呢,加满机制啊,这个机制你可以用蚯蚓粪,这个是蚯蚓粪,也可以用牛粪,牛粪需要处理一下啊, 然后那个就可以了,填满机制以后呢,然后草莓怎么做呢? 这个袋子呢,这个宽的几率是在25公分左右,这个长的几率呢,是在33公分左右,这是这个袋子的一个,一个尺寸。 然后呢,我们这个袋子呢,整体呢,是栽四颗没有,堆秤,一边栽两颗啊,就这栽一颗啊,这个地方栽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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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总共是栽四颗苗,这样的情况下,也就是说,它的株局呢,基本上在18公分左右,它的航局呢,基本上也就在15到18公分。 这个一亩地呢,基本上也就是栽种8千颗左右,啊,是这样的一个情况,就是非常符合这个,呃,每亩栽草莓苗的这样的一个标准,啊,是这样种的。 这样摘这个草莓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,就说啊,我们搞采摘的时候,啊,有很多朋友啊,看到这个这个草莓长得这么好,啊,都想往羊菜上放两颗,那你就直接带着这一袋四颗草莓,你直接给它,销售给它就行了。 并且呢,这个价格还非常高,因为这个,像这种草莓销售的方法呢,呃,基本上没有可比性,它不像草莓一斤多少钱,你卖的贵的话,也市场别人家卖的便宜啊,它有可比性,像这种呢,因为市场只有你独一无二。 并且呢,大家要这一袋,呃,四颗草莓呢,目的不是说为了吃这个草莓,而是放到羊台上以后,有另外的一些观赏价值啊,啊,这个等等一些其他方面的价值,它不仅仅是吃了问题。